大家好,很久沒見你們了 今天就要講一下,我們在節目這幾集都有講過 關於牙縫的清潔,其實一點都不簡單的 大家看看牙縫有大、有中、有細 不同的牙縫究竟用什麼器具去清潔它才對呢? 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拆牙縫工具,例如牙線 牙縫棒,牙縫刷,甚至水牙線 還有大家都很喜歡用的牙籤,或者比較漂亮的牙籤 究竟哪一種才是最好的工具呢? 我們用未來幾集慢慢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講一下大家最喜歡用的牙籤 傳統的木牙籤,還有一些像魚骨狀的 好像比較厲害的牙籤 究竟這些牙籤對於清潔牙縫有沒有實際幫助呢? 很抱歉,雖然這些是大家喜歡用的工具 但是牙籤真的不能夠有效地清潔牙縫裡面的牙菌膜 千萬不要依賴它 我明白的,很多朋友會用牙籤撩走 藏在牙縫中間的一些髒東西 撩了一些肉,撩了一些菜出來 感覺良好,令大家覺得舒服很多 但是,這些這麼大塊的東西 就算撩了出來,也不代表 黏在牙肉邊的牙菌膜可以用牙籤去清潔 記住,我們不是只要清潔牙肉裡面的肉和菜 我是需要大家很努力地清潔好牙肉邊的牙菌膜才行 要做到這些事情,我再講一次 牙籤是完全不行的 我不介意大家用牙籤撩走的肉,覺得舒舒服服 也好像韌韌腳,吃完飯好像很過癮 但是,要真真正正清潔好牙肉邊的牙菌膜 就絕對不可以依靠各式各樣的牙籤了 那究竟用什麼才對呢?下次再講